嗨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拍开箱视频 首先呢这个主角就是大家看到的三文鱼直线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怎么开箱视频 开箱视频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很多新手呢就不太懂 因为开箱视频呢涉及到索赔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看这个视频 首先呢要检查六面无损 就是你要把每个面都要检查 它是没有破损的 而且每个面都要停留两秒钟左右 保证它是没有破损的 这样才有利于后期的索赔 但当然蛇如果是健健康康的就没有事了 然后你看就要把每个面都要照到 而且证明它是 就是你如果认为哪个地方是有破碎的 你要仔细的单独拍一下证明 那个地方是原来它就是有点伤 就是有点开口的样子 然后呢我就是暴力柴箱 然后我拿出这条蛇 然后看一看老蛇在这里 叫小鱼 小鱼箭 哎是活的 活的就很高兴了 但是如果记住你如果跟卖家承诺你包开始 你一定要是等开始了之后再 再就是通知中介交钱 中介我忘记说了 中介就是你找一个双方都比较信任的人 然后把钱给他 然后等蛇没有问题之后呢 再让中介把钱打给卖家 这样就能确保你不被骗 蛇到了的时候呢 你就要把这个外面的丝袜剪开了 外面这个黑网呢 他就是为了防止说盒子破了 蛇跑出来 所以才会有这个黑网 嗯包装的不错 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蛇拿出来 我这个就是隔着没有看镜头 再就是中介呢 一定我建议你不管是第一次交易或者怎么样 如果你不熟一定要找中介 不要让自己被骗 中介能保证你的财产安全 看一下啊 他真的好漂亮 这条鱼纸 这条鱼纸呢 我觉得可能是应该 类似于方块或者太阳黑子那样 但是他这个品相特别好 发色特别好 就是看不太出来花纹了 但是能看出来他花纹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传统意义相 特别直的那种 但是他这种就是这种品相 已经可以完全忽略花纹了 因为他长大的花 我估计就是纯色了 然后食物呢 其实更粉一些 但是苹果就像我之前说好多次 我那条圆 圆就是不带花纹的普通鱼纸 不是 不带花纹的普通三文鱼 也是看不出来那种粉色 所以呢 就是挺挑角度挑手机的 苹果是拍不出来这个粉色 然后就是要进行一个称重了 你要看你跟卖家交易的 就是卖家答应你的 科数到不到 如果科数不到是要索赔的 当然你们之间的话 科数他肯定是有上下一个浮动 大概一克左右 因为设计排泄一类啊 他都会会少一些 所以假如说上下浮动一到两克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太多呢 那我建议你是要索赔 然后就是几公母 确定一下公母 这条呢是母的 我也要好好挤了 好几遍都是母的 小舌的话 如果你没有那个手法 就不要建议不要自己去击 然后我前面有一期视频 是专门教大家怎么击公母的 感兴趣可以看一下那期视频 那期视频还有光照法等等做法 都可以看一下 然后帮你确定一下蛇的公母 下面我就是给他放到一个给他准备好的环境里 给他铺的木屑 然后放了个小躲避 躲避的问题我也说过 然后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视频 给他放到这个我选的是细细颗粒的木屑 我觉得这样给小舌弄起来更好看 然后这样拍 你看后面的话 就是手机没有对焦 你能看出来 它其实是特别粉的 但是对焦之后 我就感觉说没有那么粉 食物的话是有一种荧光粉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好看 然后给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个小舌 再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下 那个环境大小的问题 我今天再给大家赘述一下 就是我感觉 我可能是我太那个啥了 就是反正我说的话没人听 我就是自己提个建议吧 就是盒子是追求大环境 对我之前 我很久很久之前就发过一篇专栏 就说过追求大环境这个问题 但是大你要有个度 特别是蛇苗的话 你不要过大 蛇苗根本就不会适应 那种特别大的环境 而且就像我 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就是我那个棕榈我给它换成大环境之后 它其实已经不是小蛇 已经40多颗了 但是我给它个60的箱子 它就已经出现应激反应了 而且就是给大环境你要分蛇 比如说黑莓啊 或者是监慧啊 乌烧一类的就是那种 当然这几种都是国蛇 我不推荐大家养 大家也不要去养 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 甚至是眼睛王蛇一类 这种活动量大的 你一定要给一个大环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蛇都要大环境 你要根据品种 比如说闪林蛇一类的 就是你涂增高度 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根据不同的蛇 你要不同的分析 再就是蛇吃东西 这个我以前做过一期 就是讲蛇喂多大食物的 但是也没人看 就是咋说呢 最普通的最安全的 体重10%到15%喂食 这就是最安全的 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养蛇 养时间长了的话 你就能看出来 其实并没有说 按这个体重喂的话 你的蛇其实长不了多快 也不怎么长 正常的话 你20%其实都无所谓 这并不是催肥 催肥是短期多量 比如三天 我就喂30%左右的蛇 不是体重30%左右的食物给蛇吃 那就要增肥 那蛇会肥得很快很快 也会减少寿命 你正常喂一周左右 你喂个20% 25% 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体重 不是一个喂食方法 根本就不用担心 喂食频率的话 具体要分蛇 比如说大蟒蛇呢 比如说蟒蛇 你就不需要说一周喂一次 它可能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喂一次 但比如说翠青蛇 吃蚯蚓 或者是树袋蛇 翠青蛇 你可能一天 两天就要喂 树袋蛇 你两三天 三四天就要喂一次 也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 另外呢 就是蛇吧 排泄 它可能说有一次 排的不成形 或者怎么样 其实说明不了什么 你要看多观察 两三次这样的话 那就是真的有问题 你就要及时处理了 另外呢 蛇 嗯 就是不喜欢盘它 你不要总去抓它 不要总抓它 会受惊的 然后凡事都要记住 具体的蛇种 具体的分析 我再说一次 哦对 我辣了一点 就是蛇刚到家 你一定要给它补水 长途跋涉 它已经缺水了 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给它泡泡 温水澡 嗯 最后就是 蛇到家 一定要静养三天 再投喂 静养就是不要碰它 不要抓它 不要再去打扰它 以后再看看它吧 拜拜 by bwd6